大家好,又是任何不生氣的時間了 感謝大家準時在這裡跟我們一起 任何不生氣,一起任何不生氣 不過據這個調查顯示 老人們幾乎眾口一詞表示 不然我睡醒後,你想找我講中文 我不會講的,全都講英文 睡醒後…我覺得你正在睡覺 因為你正在做夢 我正在做夢嗎? 你知道嗎?Y&Y已經成立了50年了 這麼厲害?那就要認足一下了 這麼久了? 我們已經結婚了這麼久了 那個樣子還很英俊 味道最好 最好玩 魚耳牌,感謝人人 溫馨味道伴你50年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又有新的菜品 可以品嘗到了 中午的美食星期五 美食星期五 今天我們要品嘗什麼樣的菜呢? 今天我們品嘗湖南湖北菜 湖南湖北菜 今天一天就能吃到兩個地方的菜 首先我們有請這個 恒隆香惡琴 請我們這個王師傅 王六和王師傅 早安好 歡迎您 今天恒隆香惡琴是專業的 其實在我們本地都相當的知名了 做這個湖南湖北菜 其實這邊川菜啊 其他比東北菜挺多的 但是湖南湖北菜的菜果還真是不多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都挺愛吃湖北菜 湖南菜的 但是大家愛吃是愛吃 但是對湖北菜和湖南菜的有什麼區別 它是到底這味道正宗啊 它是哪地方 有什麼特點好像還不太清楚 是吧 那我們就請這個王師傅 來給我們做一個介紹好嗎 好的 這個湖南菜呢 它這個味性特點呢 主要是一個辛辣和辣味健常 辛辣 對對對 你像是重慶啊 那是麻辣 對對對 湖南菜是辛辣 對對對 它這個 它有三個流派 一個是湘江流域 在這個洞庭湖 在這個湘西 湘西它是以做這個山珍野味健常 東庭湖它是以做漁仙為常 那個湘江流域呢 它就是比較柔和的 是長沙衡陽這一帶 是柔和的這個流派的綜合的特點 那湖北菜呢 湖北菜它主要是以淡水漁仙 長江流域嘛 對不對 聚眾本質本味 這漁仙的這個特色為主吧 因為這個長江流域的裡面的這個魚類啊 也都比較多一點 小河仙特別多 這王師傅以前在國內一直都是專業做這個湖南湖北菜 對對對 有多少年的這個經驗呢 二十來年吧 哇 真是資深的老師傅了 就是專做這個湖北湖南菜的 對對對 那咱們香惡情呢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比如說一些這個飯館啊 來了之後這邊都會比如說改良一下啊 迎合一下什麼這邊的口味啊等等之類 那咱們香惡情呢 這個主打的湖北湖南菜是不是原汁原味是正宗地道 對對對 也適當的結合這個加拿大本地的這個口味特點 進行柔和一下改良一下 那我們店裡的這個鎮店之寶特色菜是什麼呢 對啊 鎮店之寶的現在主打的特色品種那個剁椒魚頭 好 剁椒魚頭 這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 還是這個剁椒魚頭是 到底它是應該是說是哪個地方的一個特色菜 湖南菜 就是湖南的 湖南的 湖南的特別的這個有名的這個剁椒魚頭了 跟我們講講咱們香惡情做這個特色的特點在哪 至於用的什麼魚啊 具體的是什麼的一個做法 主要魚 魚的原料就是大頭魚 大頭魚 大頭魚 這個剁椒都是自己調的 我們自己調的 這全是你們自己調的 剁椒的味型就是酸辣 酸辣 是酸辣 那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什麼主打菜呢 就是比較知名的 大家比較喜歡愛吃的 很多啦 像金香豬手啊 雞湯長壽省啊 黃蟹小花菇啊 黃蟹小花菇都是我們從國內直接發貨過來的 好 很多原料都是從國內直接過來的 對 對 剛才說的這幾道菜都是湖北菜嗎 還是湖南菜 湖北湖南菜都有 都有的 另外我們看到我們今天還帶了兩個道 這算是這個 算是點心嗎 還是說是 看著像點心這個 是吧 這個 這個叫湖北豆皮 湖北豆皮啊 這是湖北的一套相當有名的小吃 哦 為什麼呢 就民間的本地就這麼做 民間都這麼做 但我看裡面好像是有米 米 對呀 對 為什麼叫豆皮呢 豆皮它主要是外面這個皮子 主要是綠豆和這個米漿 哦 混合起來 雞蛋 我們就調了一個薑汁 嗯 薑汁攤了這個皮 嗯 然後呢 那裡面是糯米 糯米裡面還有餡料 還有餡料 哦 對對對 吃一口嘗一嘗 所以呢 本身是拿一個這個 剛才你提到的一個原料啊 把它做好之後 然後再把糯米 蟹做的 對 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在餡料再鋪在糯米上面 嗯 那這個裡面有沒有加些調味料 這個餡料裡面有很多品種啊 有五花肉啊 你看有肉 有甘子丁啊 有香菇丁啊 有香菇丁啊 對對對 哦 裡面裡面還有很多的 當然了 對對對 完了以後是蒸的還是炸的 就直接包好 煎的 煎的 哦 一煎好 哇 看著顏色非常的好 味道聞著也很好 到底怎麼樣 你吃一口 到底怎麼樣 嘗嘗 好香 嗯 感覺怎麼樣 非常的香 就是一個字非常的香 就是一個字非常的香 真的 你看來是好吃了 而且裡面剛才提到這些這個 能嘗出來 能啊 香菇 香菇味啊 有肉的味道啊 那這個肉之前是怎麼處理的 肉提前用這個 煎 我們自己調的一個醬料 把它炒出出來的 切點小丁子 啊 五花肉 就五花肉 哇 真的 你嘗嘗香 香 其實我早按耐不住了 哈哈哈哈 這我們煎完之後煎的話是整個整塊拿來煎 整塊煎 煎完之後再煎 改刀 對對對 把這個蔥花蔥料都是之後放上去的 對對對 那這個在湖北啊 民間啊都會自己家裡都會有這麼這麼來做 這樣吃的嗎 對對對 其實可以當個飯來吃了 因為它裡面是糯米啊 這個小丁子比較有名 1958年 那毛主席兩次到武漢 老東城酒樓 像主要是做這個菜 出名的一個酒樓 哦 兩次吃這個豆皮 那這個豆皮有什麼來歷嘛 就是民間怎麼會想起 因為粽子啊什麼都會有一點來歷嘛 有什麼來歷啊 就是吃老百姓自己家裡又這麼 對對對 所以說是比較民間的民家菜 你說是只有粽子節或者端午節的時候 大家才吃這個不是 不是 因為裡面有糯米嘛 這個武漢人平時過早都要吃這個東西的 哦 平時吃早餐都要吃這個東西 早飯都要吃啊 對 還有一點點辣 但是不是很辣 小吃 有一點點辣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辣 蠻香的 另外這個我們看見這是 對 這是什麼炒粉嗎 這個叫蝦子窯柱甘草粉絲 甘草粉絲 蝦子窯柱 我們看到 上面有窯柱 裡面有一個蝦了 為什麼這個炒粉啊炒麵呢 這邊都蠻多的 為什麼咱們這道菜這麼特別 它主要是味型比較乾香的 裡面的原料也比較多 主要有哪些 芽菜啊 蟹肉啊 蟹肉 蝦仁啊 瑤柱啊 瑤柱 還有蛋黃 對 好 我們看到這個 顏色都很好 色澤都非常的好看 我就想不住要嘗嘗 看看這個炒出來的粉絲到底 因為這個粉絲其實就是 我們普通的粉絲 普通的外面那種粉絲做的 龍口粉絲 龍口粉絲 對 那你們呢 我看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吃 比如說像鴨柏呀 還有什麼蝦肉啊 手炒肉都非常好 都非常正宗 是嗎 因為手絲肉 我好像聽說是我們這個香蕾情裡面非常知名的一道菜 跟我們講這個手絲肉是怎麼樣 對 大家上去吃就手抓了撕開來吃嗎 是不是按照自己意思啊 手絲肉它是一個湖南小炒菜 湖南小炒菜 它是把那個 也叫做二屯肉吧 就是把那個瘦肉啊 豬腿肉啊 把它燜熟 燜熟之後把它拆成小絲 然後就那個尖椒炒出來的 哦 有點辣味那種 對對對 還有我們香蕾情的這個地址算了 應該是Finch跟Milland Finch Finch和Kennedy Finch和Kennedy交叉口 非常近啊 非常近啊 都有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地址可以看到了 其實也是在Finch跟Kennedy 稍微過去一點 不到這個Milland的這個位置了 所以大家喜歡吃這個香菜 我們就是非常的香 非常好吃 非常香 嗯 好了 再次謝謝這個王力宏 王師傅 那喜歡吃香菜湖北菜的朋友 不妨去香蕾情嘗一嘗了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再見 誰最多的男朋友呢 Shelie啦 哈哈 真的是Shelie 對 不 賤 明天 我們 很子